大家好,歡迎收看熱點訪談,我是主持人李青衛 今天我們講一下上星期週末的時候 美國爆發了多宗的槍擊案 特別是兩宗以仇殺為動機的槍擊案 一宗發生在紐約周報法輪市的一間超市 18歲的槍手用步槍射殺了10個人打傷了3個人 然後投降 當局說這是出於種族動機的暴力極端主義 一天之後美國產院也發生了一宗大型的槍擊案件 其中一人當場死亡,另外5人受傷,4人重傷 我們邀請到羅省中華總商會主席 洛杉磯院警局後備役指揮官莊佩元先生 跟我們談談最近的槍擊事件 莊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莊先生這個週末有兩宗都是以仇刑為動機的案件 你以往都參與過不少的這類案件的處理 那憑你的經驗去看 為什麼近年來會有這麼多以仇刑暴力的案件 而且手段是這麼兇賊 仇刑無論是種族仇刑 還是因為政治原因、職員導致的仇刑 似乎以前一直以來都有 其實都不能避免的 像上週末這樣折二年生意仇刑為動機的大規模槍擊案件 似乎以前出現得並不多 你怎麼看呢? OK,那其實首先大家要明白到我們在美國生活 我自己來了40年 那在美國裏面有一件事 是全世界都沒有好像美國那麼自由的 首先就是我們可以有控槍 大家都可以擁有你自己喜歡的槍械 那之前更加可以有些大殺傷力的武器 我們叫M15都可以買得到隨時 還可以被人改裝來用 那現在近年因為槍擊案太多了 所以政府槍械管制方面就嚴謹了很多 也都是將這些大殺傷力的武器 就盡量是這麼低 就是不要讓那麼多人可以買得到 還有審查過程之中就比較嚴格 那但是目的來說 都是大家很多人家裡都有槍的 因為在美國這個民主自由社會 憲法裡面是可以給大家 可以有槍擁有的槍械 那我們在洛杉磯已經是叫做很嚴格的了 其實在美國更多的地方 例如Texas或者其他的州 甚至乎你可以攜槍出街 在街上拿著槍來逛街的 那這些就是美國所謂的民主自由 那至於近期的案件為什麼會特別多呢 在我的看法有幾個因素 第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真的太多槍支援街 那無論是仇殺 或者是一些意外在家裡 那些小孩子拿了父母的槍啊 一些或者是夫妻 艾家拿槍出來做了武器 其實都是很危險的 因為就是因為有太多的槍械 而太多人對於槍械的知識 也都是不足夠 那這個是我自己在警隊裡面 在二十幾年呢 那我自己一直都是有槍 那我們警隊呢 是經過嚴格的訓練 來用一支槍的 不是說你可以這樣派一支槍給你 你就去 可以做當家或者on duty 那另外一個原因呢 就是槍械太多了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政治的因素 而我們近期 為什麼會特別多呢 就是我很相信 這個是我前任的總統 那我在這裡講的不是說 針對某一個政黨 或者針對某一些人 他所做 而是我們將一個 我們將一個 Fact 就是整體的理論 就是我個人看得到的問題 將它搬出來 那好像我們上屆總統 那他所的主義呢 就是好像白人主義啊 當然他當然是說沒有啦 比如種族主義 他很多時候都已經是搬了出來 對於有色人種呢 其實是有一些問題的 比如他對黑人啊 對一些有色的西班牙、南美洲人啊 或者是對我們一些華人啊 他都表達過很多的信息 就是認為我們呢 都是在這裡呢 是有問題的 最簡單大家都知道 China Virus啦 或者是叫做武漢病毒啊 那這些都是我認為呢 都是種族主義 或者是一些仇視 或者是一些言語上面呢 是針對一些有色的人種的 那所以在這一方面呢 力度也都影響到 很多很多 我可以告訴你 思想編激的朋友呢 我自己身邊都是有的 譬如一些是很支持特朗普的 他就覺得他所說的言論是完全正確的 那而他所說的 很多人就會跟進的了 那再在近期呢 其實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一個理論呢 一個陰謀論 叫做大取代理論 那這個呢 在早期的時候呢 已經其實是有一些 美國的參議員都提出 就因為呢 大取代的理由就是說 一些黑人的移民 或者是外地的移民 將會在三百年之內呢 會取代了所有的白人 到時候就沒有白人的了 因為他們的移民呢 會在我們的國家那裡 一直去侵蝕 那這些其實都是陰謀論來的 嗯 因為據我所知 這個南加州槍擊案 那這個嚴犯 他其實是一個有證的人 有名槍證的人 的意思就是 他本身是一個保安人員 是 那他是可以拿槍的 有執照的 那我想知道 加州法律 對專業人員和非專業人員 配戴槍枝的要求是怎樣的呢 OK 那槍枝配戴其實就最簡單 就有分為一種呢 就是 保安人員的配戴的槍枝 一種呢 就是警方人員 執法者 配戴 而警方執法 或者是甚至乎 一些有需要配槍的人 他是可以擁有槍械 更新二十四小時的 那這個英文就叫 conceal ribbon 就是你可以 將一支槍 收到自己的身裏面 而是不是拿出來被人看到 你可以擁有槍的 那另外一種呢 就是你可以買槍 去一些槍店裏面 賣槍的地方 你經過十日的 就是你首先要經過一個不是啦 經過考試完之後 你通過之後呢 你就可以買了一支槍 那而你 這支槍你只可以拿去把房 或者有牌照的地方去練習 那而當你拿這支槍離開你家 拿去把房 途中呢 你這支槍是需要鎖上 有鎖的 再加上是要裝上車尾箱的 而子彈呢 要將這支槍分開 但是另一種就是警方 或者好像剛才說的 security 保安人員 他可以用槍 就攜帶這支槍 在他身上 而令到別人看到你是 穿著制服的時候 你有這支槍在他身上 這個是加州的法例 就是當然我說的 其他的州 甚至乎你不需要穿制服 只要你有這支槍 你可以在身上 從街上走都行 就是有些州是這樣的 我們在加州就是不可以的 直到unless 你有一個conceal weapon 你可以去申請 在原政府的警察局申請到之後 你就可以兩支槍 放在你的身上 譬如你認為 因為我的工作 例如那些珠寶箱 或者一些有危險的工作 認為我會給人家 夜間的工作 而有生命的危險 會有人搶你的東西 打劫你 因為你是target 所以你都可以去 用一些理由 去申請一支conceal weapon 但是你剛才提到就是說 保安人員有槍 這個其實不是一個藉口 因為很多人都可以買槍 很多人買了槍之後 至於它是不是根據法律要求 去把一支槍 放好在車上分開來擠 然後在運輸途中 你肯定百分之百 你不會把一支槍放置彈下去 去射擊別人 那這些都是法律去講 但是有沒有人真的遵守呢 我相信有 但不是每個人都去遵守 是啊 因為大家都知道 美國擁槍是受到 憲法修正案第二條的保護 是 沒錯 那其實這個第二條 究竟那個道在哪裡呢 是不是擁有越多槍 是代表社會越自由 還是我們都需要一些限制 令到每個人的人身安全 受到保障呢 今天在我的朋友之中 我認識一些譬如我警隊的朋友 或者一些甚至乎教授 在外面不同的警察 沒有關係 但是他們很喜歡槍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面 它可以擁有到二百三百支槍 它一有錢它就買槍 那甚至乎我有一個朋友過了身之後 他剩下來給太太的 全部都是槍 有百幾二百支槍 給他太太根本就不知道怎麼用 就是他不知道怎麼去接受這些 怎麼去將這些槍賣出去 或者將這些槍怎麼處理 那但是美國就好像你說 這個第二條條案 或者這個憲法 是可以有權 給你照一個良好的市民 你可以買你想喜歡的槍 當然有很多的槍 不是等於你都可以買的 在加州的法例裡面呢 有很多的槍 刑類的槍 一般人是買不到的 我們警察可以買到一支 但是也都不是說 你喜歡買來買賣 或者隨時轉手是不行的 而我們的槍呢 有一些特別的類型的槍 只可以 警察轉回給警察的 那這個有些朋友都很想 說我很喜歡這支槍 我很想你幫我買 轉給我 當我用了槍去買回來 有部分的槍是可以 我們轉給一些朋友 但是實際來說 正如我講的 太多槍了 我們 那 而這個槍 它是沒有規定你 你買多少支的 如果你是普通的人呢 你一個月呢 它是給你買一支 那你一年就可以買到12支 就是這樣 現在最新的法例 那你譬如兩年已經買24支了 如果你很喜歡槍 十年已經買了120支 就是這樣 嗯 那些人對擁有槍支的理解 就是槍不殺人 人殺人 就是人家就不殺我 那你是怎樣看 擁槍這件事 或者開槍 怎樣為之合法的開槍呢 這個問題呢 如果講合法的開槍 始終我認為是要看當時的環境 就是我現在不可以告訴大家 怎麼為之合法開槍 但是一般呢 盡量 就算我自己做警察 配槍 我自己也是99.99的機會 都不想希望用槍 但是很多因為思想 教育啊 它自己的理念 這個問題 因為槍就是保護我自己的 所以我槍不用就不行的 但是我覺得 最重要就是 例如 譬如人家 很多朋友不太清楚 就說 人家入屋打劫 他沒有開槍 他只是進來搶你的東西 你是否可以開槍打他呢 問題就是這裏 如果你有生命的危險 你據你的生命 譬如你現在拿著槍 我現在 或者他拿著一些武器 武器不一定是要刀或者槍 例如他就算拿著一支圓筆也好 或者 或者教指或者其他燈 打到你那裏 而你覺得生命是有受到威脅 你是可以開槍的 那這個就是保護 就是你自己的生命安全財產 但是你說 什麼情況叫合法開槍呢 其實很多時候 這個合法開槍這個字 如果就算我警察都 當我開了槍之後 我會受到很大的法律制裁 就是很多在法律上面的問題 他都問到我 我是需要正式解答 那何況 如果你譬如普通一個人的家 譬如你拿著一支槍 如果真的有人打劫 那你去開槍 你這個都有受到法律的保護 那個賊和你都是 那所以你說 誰不知合法開槍 就是這個準則 真的要去到法庭那裏 當然 你受到生命安全 我再說一次 你受到生命安全的影響 你受到威脅之下 你開槍是合法的 就是只可以這麼說 合法開槍就是 因為你的生命安全 或者甚至你的家人的生命安全 受到威脅 直接的威脅 而你需要開槍是保護你的家人 你自己的生命安全 所以你需要開你的槍 而不是因為 因為他進來打劫 我要打死他 或者要將他打傷 這個不是這個理由 那John先生 我就是想知道 怎麼樣可以管理槍枝 管理民眾擁有槍枝這方面 做得更加好呢 還有在加州 本身我們都知道 加州的槍塊已經是比較嚴的 那實際 加州的情況 是不是槍管比較嚴 也都做得比較好呢 其實你說 嚴和不嚴 這件事情 如果大家都有槍的話 怎樣嚴都是沒有辦法去 真真正正去管理到 只有可以在槍枝教育方面 是要更加希望能夠 擁槍的朋友 或者擁槍的朋友 能夠更理解 更理智 去擁有你的槍枝 因為我自己很多時候 都會在一些課堂 講課 是講關於槍系管理的 或者是教人用槍的 那我第一個問題 就是我想大家談一談 簡單一點 我都跟大家在這裡講 用槍 如果大家在身邊的朋友 網友 現在你有支槍 其實我想簡單的提一提 第一件事 就是當你拿 拿起一支槍 你看到一支槍 無論是你自己的 或者是朋友的槍 放在那裡 你想拿一支槍來看 第一件事 大家一定需要 就是思想上準備 就是裡面有子彈的 你不要當一支槍 因為很多人 是沒有這個常識 拉起一支槍 就在那裡 第一時間就抬起雞 就打它 好像做電影一樣 其實是非常危險 因為如果裡面有子彈的話 這支槍 因為你一抬的時候 發出東西 我親自看過 親眼看過 一些視頻 就是一些無知 在開車 隔壁座位 因為司機在開車 而隔壁座位的朋友 看到的車在箱裡 的車高 的箱子 在車邊 拿到一支槍 一拿高 就沒有玩 打死了司機 其實這件事完全是意外 而也是因為司機 他放在槍裡 隨時想著自己用 但是想不到 旁邊那些 有些朋友 很熟悉的 一上去見到那支槍 以為沒有子彈 就拿起來 就開槍 那間接就打死了司機 那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第一個重視的問題 就是你不可以當那支槍沒有子彈 第一時間要當它有子彈 第二就是那些小孩 當你看到槍 譬如你未滿18歲 或者未經過訓練的家人 也好 你那支槍 看到小孩 應該教導他 就不要碰那支槍 第一時間要通知大人 或者一些成年人 告訴他 我看到那支槍放在桌面那裡 讓那些大人 或者成年的人 去處理這個槍械 那小孩盡量就不要被他碰 這個是教育來的 那第三件事我想說 就是當你碰到那支槍了 你當有子彈了 那你一定要怎樣呢 檢查這支槍 打開那個槍托 你裡面那個叫做 看有沒有子彈去裡面 因為很多時候 我也都見過一些槍 譬如好像這樣說 我們叫做媒體 那個彈夾 就不可能在槍裡面的 那看上去那支槍就好像空一樣的 因為有彈夾在裡面 其實裡面那支槍很多時候 都剩下一顆子彈 是上一次用完或者上了課 而沒有看不到在裡面的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一定必要把這支槍 打開那個槍堂 看看有沒有子彈 確實是沒有 尤其是我們中國的朋友 或者那些沒見過槍的朋友 第一時間那支槍就對著人 哎呀我做警察了 我要逮捕你 就是玩了 他們在這樣的情況 拿著一些子彈的朋友 其實非常危險的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人都不懂這些規矩 因為他拿著槍就好玩了 拿著好像電影 都以為在拍電影 那這個是很危險的 其實有機會走火的 有機會走火的 不會走火 是人為 所謂叫走火 鬼槍 這些全部是因為人為的做錯 而令到這支槍 因為好像剛才我講 走火就是 他就拉了這支槍 拉了一支槍 而普通的槍 我用了幾十年 不會真的 那支槍無端端拿著會走火的 是不會的 百分之一百 因為我們各個警察都拿著槍 如果有走火 豈不是很危險 這件事是不會 是人為令到這支槍走火 就是不再開槍 甚至乎他做錯 我見過有些警察甚至乎 把槍戴上槍套的時候 手指放在槍雞裏面 就是那支槍那裏 而把手一放在槍套的時候 那支槍就拉起了 就打到自己的大腿 或者打到自己的腳 已經不是一次發生 也都是不時有發生 這也是因為 這個就好像叫走火 其實是人為 而是他自己所造成的經驗不夠 我等一下講到三點 這個東西已經是遲一步再講 我講一會就是說 例如你看到一支槍 你一定要當它有子彈 第二 你的槍要檢查裡面有沒有子彈 不是說 當它有子彈就算了 你一定要把一支子彈 推出來 因為危險 第三件事就是 這支槍不可以 向著某一個人 無論他是有子彈 或者沒有子彈 都是不可以向人的 第四 這支手 這支手指 很多人我看到我們華人的朋友 真的拿著這支槍 他就第一時間 手指就放在Ticker那裏 Ticker那裏 意思是抬雞那裏 不要理會有沒有子彈 這個是非常壞的習慣 甚至乎我們現在警察 以前我在二十幾年前 入學堂學警察的時候 當我對著那個target 就是當我的槍拿起了 對著那個人 或者對著那個target 就是那個目標 要刷四個目標 我手指都已經是準備要 準備要抬雞的 要Ticker 就是準備要拉開槍的 但是以新的例 這個是最新的法例 在我們警察裏面都是一樣 手指是不可以 打在那個Ticker那裏 直到你真的要開槍那一秒鐘 譬如我準備要開槍了 那一秒鐘 你的手指可以放進去 如果不是 甚至乎前面有人在開槍 你要準備打他 你要開槍還擊 你才可以放手指進去 如果不是你要還擊 只是對著 譬如你現在對著那個犯人 告訴他 你現在要投降 舉起手 我的手指 仍然不應該放在我Ticker那裏 因為這樣的情況 就好像說 很容易走火 很容易走火 如果我因不死 因為我見過我們也有些 新的警察 或者新的警員 因為在緊張的情況之下 他隻手握著槍 那這也是曾經試過發生 譬如在紐約 一宗案件 就是因為他太緊張的時候 開了槍 那個叫梁警官 都判了刑 另外我們加州最近也有發生一個 就是一個女警 就是因為他緊張 拿著一支真槍 以為是電槍 發射了 打死了反 那這些全部都是人為的錯誤 人為的錯誤 所以剛才我提到幾點 大家必須要記住 那張先生你怎麼看加州的槍械管制呢? 雖然說已經是全國罪嚴 但是實際上 你怎麼看加州現在的槍管制呢? 我自己呢 是 我就用兩種的態度去講這個問題 第一 因為我本身是警務人員 警務人員 第一件事就是要遵守憲法 那我一定要維護憲法的支持 或者是不可以反對美國的法律 說我要禁槍 支持禁槍 所以我用兩個不同的身份去講這件事 當你問到我這個問題 我只可以就是 我以中華眾商會的主席 我用一個普通的人的身份去講 我用槍 那對我個人想分析 如果我向一個普通的人來講 我覺得如果沒有受過訓練 其實槍械是非常危險 我是絕對不支持這個開放的 但是很多人都會反對我 就說 當然你有槍 你什麼都可以講 那我們沒有槍 當然是想有槍的 那這件事就會很極端 兩個的看法是不同 跟政治一樣 就是觀點和角度 因為你沒有槍就很希望能夠買槍 那更多很多的中國的朋友 他們來到新移民 拿到綠卡 或者拿到身份 第一時間就買錯槍 放在家裡 很多時候都會問我 哪一槍好啊 怎樣用 那我都會考慮到一個更重要的問題 就是認為 你自己是不是應該去擁有這支槍 還有我很鼓勵大家一定要去上課 去一些專業的 就是槍械的地方 他有一些課程 教大家是怎樣去用那支槍的 那如果你個人 我個人講 我是 在那個看法 我是不贊成 大家都擁有槍 那當然現在美國 已經有百多二百年的歷史 大家都有一個槍這麼久 你要大家突然間去改變 要收掉這麼多槍 其實是很難很難的一件事 明白的 那很感謝莊先生 今天過來又和我們分享一下 這次的槍械事件和槍的事情 是 多謝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 多謝你 多謝